最不一样的历史尽在明朝那些事 雄文灿和空隐的这段对话虽然比较玄乎 但出自正统史料并非杂谈笔记 所以可信度相当高 空隐提到的所谓海贼指的就是郑之龙 而刘贼就不用多说了 他的意思很明确 雄大人你能招降海上的 却未必能招降地上的 可问题是雄大人只有忽悠的能耐 就算海陆空一块来 他也只能招服 外加他还收了张献忠的钱 无论如何死撑都得撑下去 死撑的结果就是撑死 张献忠之所以投降 不过是避避风头 现在风头过去 赶巧清军打进来 孙传廷和红城丑两大巨头都到辽东 千载难逢 绝不能错过 于是 崇祯十二年五月 正当崇祯兄弟收拾清军进攻残局的时候 张献忠再次反叛攻占古城 古城之县软之垫 虽然他此前服毒自尽 没有死成 又被抢救过来 但是世道临头 很有点士大夫精神 张献忠的军队攻入了县城 大家伙都跑了 他不跑 非但不跑 就坐在家里等着 让他投降 不想 杀身成人 很明显 张献忠起兵 是有着充分准备的 因为他在起兵之前 先拉上了曹操 曹操是罗乳财的外号 以曹操作为外号 对罗乳财而言 是比较贴切的 作为明末三大头领之一 他很有点水平 作战极狡猾 部下精锐 所以张献忠在起兵之前 先要拉上他 罗乳财效率很高 张献忠刚反 他就反了 并与张献忠会师 准备在新的工作岗位上 继续奋斗 顺道说一句 张献忠同志 在离开古城前 干的最后一件事 是贴布告 布告的内容 是一张名单 包括这几年 他送出去的贿赂金额 以及受贿人的名字 全都一清二楚 召告天下 布该收的 终究要还 我没有看到那份布告 估计 雄文灿总理的名字 应该名列前茅 但此时此刻 受贿是个小问题 独职才是大问题 雄文灿 还算反应快 而且他很幸运 因为当时世上 能与张献忠 罗汝才 匹敌的人 不会超过五个 而在他的手下 就有一个 左良玉 在众多民军 头领中 左良玉 最讨厌 也最喜欢的 就是张献忠 他讨厌张献忠 是因为这个人 太闹腾 他喜欢张献忠 是因为这个人 虽然闹腾 但是呢 却比较好打 左良玉 能当上总兵 基本上就是 靠打张献忠 且无论张头领 状态如何 心情好坏 只要遇到了他 就是必败无疑 所以左总兵 毅然决定 虽说 熊大人很蠢 但看在张献忠的份上 还是要去打一打 几天后 左良玉率军 与张献忠罗汝才 在襄阳附近遭遇 双方发生激战 惨败 左良玉 所谓惨败 意思是 左良玉带去了 很多人 只带着很少的人 跑回来 之所以失败 是因为 他太过嚣张 瞧不上张献忠 结果被人家 打了埋伏 这次失败 还导致了 两个后果 一 由于左良玉 跑得太过狼狈 丢了自己的观音 当年这玩意儿 要是丢了 是没办法不办的 所以不会 克公章的左总兵 很郁闷 二 雄文灿 把官丢了 纵横忽悠 几十年 终于把自己 忽悠了下去 一个月后 崇祯下令 免去雄文灿的职务 找个人代替他 将其逮捕入狱 一年后 斩首 代替雄文灿的人 是杨四昌 逮捕雄文灿的人 是杨四昌 如果你还记得 当年推举雄文灿的人 也是杨四昌 崇祯十二年九月 杨四昌出征 明朝有史以来 所有出征的将领中 派头最大的 估计就是他了 当时他的职务 是东阁大学士 给他送行的是皇帝本人 还跟他喝了好几杯 才送他上路 崇祯是个 很容易激动的人 此外 他的疑心很重 很难相信人 而他唯一相信 且始终相信的人 只有杨四昌 在他看来 这个人可信 且可靠 可信的人 未必可靠 对于崇祯的厚爱 杨四昌很感动 据史料说 他当时就哭了 且哭得很伤心 很动容 表示一定完成任务 不辜负领导的期望 当然光哭是不够的 哭完之后 他还向崇祯 要了两样东西 一样给自己的上方宝剑 另一样是给左梁玉的 平贼将军印 然后杨四昌离开了京城 离开了崇祯的视线 此一去即是永别 崇祯十二年十月 杨四昌到达了襄阳 第一件事是开会 与会人员包括总督 以及所有高级将领 杨四昌还反复交代 大家伙都要来 要开一次团结的大会 人都来了 会议开始 杨四昌的第一句话是 逮捕雄文灿 押戒回京 立即执行 然后他拿出了上方宝剑 明白 这是个批斗会 总理处理了 接下来是各级军官 但凡没打好的 半路跑的 一个个拉出来单恋 要么杀头 要么撤职 至少也是处分 当然 有一个人除外 左梁玉 左梁玉很慌张 因为他的罪过很大 败得太惨 按照杨大人的标准 估计直接就拉出去了 但是杨四昌 始终没有修理他 直到所有的人 都处理完毕 他才叫了 左梁玉的名字 说 有样东西要送给你 左梁玉很激动 因为杨四昌 答应给他的 是凭贼将军印 在明代 将军这个称呼 并非职务 也不是级别 大致相当于荣誉称号 应该说 是最高荣誉 有名一代武将 能被称为将军的 不会超过五十个人 对左梁玉而言 意义更为重大 因为之前 他把总兵印丢了 都没办法公文调兵 现在有了将军印 实在是雪中送火锅 太够意思了 杨四昌 绝顶的聪明 要按照 左梁玉的战绩 就算砍了 也很正常 但是他很明白 现在 手下能打仗的 也就是这位 人凶了 所以必须笼络 先用大棒 砸别人 再用胡萝卜 喂他 恩威病师 自然服气 效果 确实很好 左梁玉当即表示 愿意跟着 杨大人 水里水里去 火里火里去 干到底 对于杨四昌的到来 张献忠相当紧张 紧张到杨大人刚来 他呢 就跑了 因为他知道 熊文灿只会忽悠 杨四昌 那是玩真格的 咱这事业刚刚起步 玩不起 张献忠对局势 有足够的判断 对实力 有足够的认识 可惜 跑得不足够快 张献忠很拼命的跑 也没能跑过左梁玉 心情激动的左大人 热情高涨 一路狂奔 终于在四川 截住了张献忠 战斗结果说明 如果面对面死打 张献忠是打不过的 短短一天之内 张献忠就惨败 败得一塌糊涂 死伤近万人 老婆孩子 连带那位叫做潘独熬的军师 都给抓了 由于败得太惨 急着逃命 张献忠 连随身武器都丢了 就是他的大刀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被左梁玉全部打包带走 送给了杨四昌 消息传来 万众欢腾 杨四昌极为高兴 当即命令左梁玉 立即跟踪追击 彻底消灭张献忠 左梁玉 依然十分积极 马上率军 尾随攻击 张献忠 局势大好 十几天后 左大人报告 没能追上 张献忠 跑了 杨四昌 大怒 都打到 这个份上了 竟然还 让人 跑了 干什么 吃的 怎么回事 左梁玉 回复 有病 按左大人的说法 是因为 他进入四川后 水土不服 结果染了病 无力追赶 导致张献忠 跑掉 但按照某些 小道消息的说法 事情是这样的 在追击的过程当中 张献忠派人 找到了左梁玉 说你别追我了 让我跑 结果 左梁玉 被说服了 就让他跑了 这种说法的可能性 在杨四昌看来 基本上是零 毕竟 左梁玉 跟张献忠 是老对头 而且左大人 刚封了将军 正在兴头上 残兵败将 拿啥收买 左梁玉 无论如何 不会干这种事情 然而事实 就是这样 左梁玉 很得意 张献忠 很落魄 左梁玉 很有钱 张献忠 很穷 然而张献忠 确实收买了 左梁玉 没花一分钱 他只是托人 对左梁玉 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的大意是 你之所以受重用 是因为有我 如果没有我 你还能如此得意吗 所谓 所谓养寇 自保 自古以来 都是治理名言 一旦把敌人 打光了 就要收拾自己人 左梁玉 虽说是文盲 但是这个道理 他还是懂的 然而就凭这句话 要说服左梁玉 是不大可能的 毕竟在社会上 混了这么多年 一句话就想 蒙混过关 唇胡扯 左梁玉 放过张献忠 是因为 他自己有事 因为一直以来 左梁玉 都有个问题 廉政问题 文官的廉政问题 一般都是贪污受贿 而他的廉政问题 是抢劫 按照史料的说法 左梁玉的军队 纪律比较差 据说 比某些流寇还要差 每到一地 都放开了墙 当兵的捞够了 他自己也没少捞 跟强盗头子 没什么区别 对于他的上述举动 严官多次弹劾 朝廷心里有数 杨四昌有数 包括他自己也有数 现在是乱世 没有办法 如果要和平了 追究法律责任 他第一个就得蹲耗子 所以他放跑了张献忠 这下 杨四昌可惨了 好不容易找到个机会 又没了 无奈之下 他只能自己带兵 进入四川 围剿张献忠 自打追缴张献忠 开始 杨四昌就没有舒坦过 要知道 张献忠他老人家 原本就是打游击的 而且在四川一带 混过 地头很熟 四川的地形本来又复杂 这里有个山 那里有个洞 经常追到半路 人就没了 杨大人呢 只能满头大汉 坐下来看地图 就这么着 追了大半年 毫无结果 据张献忠自己讲 杨四昌跟着他跑 离他最近的时候 也有三天的路 得意之余 有一天 他随口 引出了一首诗 这是一首诗 一首打游诗 一首至今尚在的打游诗 估计很多人都听过 打游诗都能流传千古 可见其不凡的功力 奇闻如下 前有少巡府 常来团传舞 后有廖参军 不战随我行 好个杨阁部 离我三尺路 文采是说不上了 意义比较深刻 所谓少巡府 是指四川巡府 少杰春 廖参军 是指监军廖大亨 据张献忠同志观察 这二位 一个是经常来转转看 一个是经常跟着他 散步走 只有杨四昌死追 可是没追上 这首诗告诉我们 杨四昌很孤独 所有的人都在应付差事 出功不出力 在黑暗中坚持前行的人 只有他而已 在史书上 杨四昌是很嚣张的 闹腾这么多年 骂他的口水 如滔滔江水 颜綿不绝 然而 无论怎么弹劾 就是不倒 就算他明明干错了事 崇祯却依然支持他 哪怕打了败仗 别人都受处分 他还能升官 当年我曾很不理解 现在我很理解 崇祯只信任这个人 彻底的相信他 相信他能力挽狂澜 即使事实告诉他 这或许只能是个梦想 毕竟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 能够彻底的相信一个人 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崇祯没有看错人 杨四昌 终将回报他的信任 用他的忠诚 努力和生命 崇祯13年12月 跟着张献忠 转圈的杨四昌 得到了一个 令他惊讶的消息 张献忠失踪了 对于张献忠的失踪 杨四昌非常关心 多方查找 其实如果张头领 永远失踪 那也倒好 但考虑到他突遭意外 比如被外星人 绑走的几率不大 为防止他在某地 突然出现 必须尽快找到这个人 妥善处理 张献忠去向哪里 杨四昌是没有把握的 四川 河南 陕西 湖广 反正中国大 能藏人的地方多 钻到山沟里就没影 鬼才知道 但张献忠不会去哪里 他还是有把握的 比如说京城 比如说襄阳 京城就不必说了 路远坑深 想找死 也不会寻这么个死法 而襄阳是杨四昌的大本营 重兵集结 无论如何 也绝不可能 在这里 我说句题外话 以后再有人跟朋友您说 某某事情绝无可能 建议你给他两下 把他打醒 因为张献忠正在去襄阳的路上 对于张献忠而言 去襄阳 是比较靠谱的 首先 杨四昌总跟着他跑 襄阳的兵力比较空虚 其次呢 他的老婆孩子都关在了襄阳 更重要的是 在襄阳 有一个人 可以置杨四昌于死地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创造了马拉松的新记录 据说 一晚上跑了三百多里 先锋部队最先到达 但人数不多 十二个 虽然襄阳的兵力很少 但十二个人估计还是打不下来的 张献忠没有文凭学识 但是有常识 这种事情他是不会做的 所以这十二个人的身份 并不是他的部下 而是杨四昌的传令兵 他们穿着官军的衣服 趁夜混入了城 以后的事 跟特洛伊木马迹差不多 趁着夜半无人 大肆放火 城里就此一片江湖 闹腾到天明 张献忠到了 他攻下了襄阳 找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 就开始找那个 能让杨四昌死的人 找了半天 找到了 这个人叫朱一鸣 朱一鸣 湘王 你可能记得 万利皇帝的名字是朱一军 光看名字就知道 他跟万利兄是同辈的 换句话说 他算是崇祯皇帝的爷爷 但是这位仁兄 实在是没有骨气 明明是皇帝的爷爷 见到了张献忠 竟然大喊 千岁爷爷饶我命啊 很诡异的是 张献忠同志 非常的和气 他礼貌的 把万岁的爷爷扶起来 让他做好 湘王很惊慌 他说 我的财宝都在这里 任你搬用 别客气 张献忠呢 笑了 哈哈哈哈 你有办法让我不搬吗 湘王想想也是 于是他又说 那你想要什么 张献忠又笑了 哈哈哈哈 我要像你借一样东西 您现在收听的 是由摩铁图书授权的明朝那些事 朋友们 我们要跟明朝的十七位皇帝 以及那些鲜活的历史人物说再见了 喜欢我的朋友们 听完了明朝那些事 可以关注我的新书 锦衣春秋 这是一个穿越架空的历史故事 书中呢 涉及了江湖势力 官场政治 帝王心术 见证了一个小人物 成长为大英雄的新路历程 在这儿呢 非常感谢大家 这三个月的陪伴 咱们锦衣春秋 见